抗战时期,日本大局入侵神州大陆,意图控制整个中国,这些侵略者如蝗虫一般,从东北开始一点点蚕食中国的土地。 在很多人看来,当时日军的足迹几乎遍布了整个中国,可唯独陕西和福建两省没有遭到日军的大举进攻,两地也没有发生类似湖南那种大规模会战。 那么,华北和东北地区几乎沦陷之后,日军为什么会唯独放过陕西和福建呢? 对于福建,很多人有一个误解,认为日本人没有攻打福建是看不起福建的资源,当然这是一个误解,而这些人的主要依据有两个。 首先,福建作为一个港口城市,在当时最大的作用便是运输物资,只不过在日本人的寻军过程中,站立的港口已经足够多了,所以没有必要花费大力气再去攻占福建。 其次,福建省的地市和周围几个平原大省不同,多为崎岖地段的福建,对于当时的日本人来说,如果需要攻打会耗费大量的资源,这样的资源损耗和得到福建的利益相比,实在是没有太大的意义。 至于另外一个没有被攻占的陕西省,一部分人认为是因为日本人打不进来,陕西省作为我国当时政治的重要根据地,日本人肯定早就把这里看作了第一目标,不过日本人都知道这里重要,中国肯定更加清楚陕西的重要性,陕西为了防止日本人的入侵,有超过40万常驻兵力驻扎在这里,更加关键的是,这40万兵力全部是国军的核心战斗力,无论武器装备都丝毫不逊色于日本人。 从这一点来看,当时日军几乎是不可能打进陕西的。 以上的说法便是大家对日军不染指陕西和福建的共识,只不过这种说法其实是一种非常错误的谬论。 在抗战时期,福建其实极度完全沦陷在日本人的手里,而所谓看不上的说法其实根本就是胡邹。 以当时的情况来说,日本人占领了台湾之后,与台湾相邻的福建他们无论如何也要拿下的。 这两地如果能连接起来,这对于日本人的资源掠夺有着极大的好处,所以日本人没道理不会攻占福建。 正是因为这个原因,日本人在攻占金门厦门之后,先后两次燃制了福州的土地。 当时日本人大概占领福州四年的时间,并且在这段时间里建立起了完整的殖民统治系统,四夷万为地抢夺福州的资源。 这一点从当时香港的部分报刊中就能看出一丝端倪。 根据报刊中的记载,当时生活在福州地区的老百姓,几乎没有人不在水深火热之中。 日军先是通过设立抗日罪这一罪名,然后将老百姓的财产全部掠夺干净,以此来获得第一部分的资源。 其次,日本人还买断了当地各种生活必需品,全部交由汉奸来进行经营,彻底榨干老百姓的血汗钱。 以当时厦门的情况为例,日本人先后包办了鱼业、自来水、蔬菜水果、米、面等等物资的售卖,用超出物资原本价值数倍的价格售卖给老百姓。 除此之外,为了彻底掌握福州的经济走势,日本人还通过伪造货币的方式换取大量的财富,让老百姓几乎没有任何活路。 但即使是这样,日本人的经济问题还是十分紧张。 当时的日本虽然经济、军事实力都强大,但毕竟只是一个弹丸之地出来的岛国,面对长时间、大规模的作战,他们的军费根本支撑不住,一年多的时间就消耗了74亿日元。 日本当时已经陷入了经费拮据的状态,这也是他们后续采取三光政策的原因之一。 而这样的做法,日本人从晚清开始就已经对台湾进行了实施,掠夺了无数的资源。 在1944年,日本又发动了大陆交通线战役,正是这场战役又一次让福州陷入了水深火热之地,两地沦陷,让福州人民饱受磨难。 据统计,当时在此次战争期间,共有27万人沦为了难民,妻离子散,家破人亡。 不过哪怕如此,在日军侵略的最严重的时候,福建也只有沿海地区沦陷到了日本人的手中。 当时在福建一带行动的游击队们,各个都是满枪热血的人,面对日本人的大局入侵,他们丝毫没有恐惧,一次次将敌人拦截在沿海地区,不让他们有任何机会进入内部。 不过能拦截下日本人的入侵,除了感谢战士们的奋不顾身,同时还得感谢福建地区的地形地势。 福建除了沿海地区以外,大部分都是山地地形。 在这样复杂的地形开战,哪怕日本人的装备领先很多,也同样不占优势,日本人自然无法轻易打进来。 陕西的情况比福建更惨烈,日军为了得到陕西地区,多次特地制定了相应的计划。 从1938年到1942年4年的时间里,日军大大小小共对陕西发起进攻数量高达78次。 陕西是战略要地,因为陕西一旦沦陷,就会对重庆和延安等地造成非常严重的威胁。 因此,陕西也是当时我国抗战的重要命脉。 无论是对国民党还是共产党都是非常重要的地区,日本人怎么会不想攻打这里? 根据统计,日本人大约先后对陕西多个地区进行了超过150次的飞机轰炸,几乎是从罗沟桥事变一直炸到了日本投降。 这样的轰炸几乎毁了半个西安城,无数老百姓和军人被导弹炸得血肉模糊。 据说当时西安市内随处可见都是伤患,但也正是他们的疯狂进攻更加坚定了我们坚守西安的决心。 在国共合作之后,巴勒军战士们从延安出发,多次前往山西,阻止日本人的进攻。 因为山西与陕西相邻,如果山西沦陷,那么陕西同样也会陷入危险之中。 同时,为了避免山西沦陷后陕西陷入危险的情况出现,国共两党精诚合作,还布置了大量精锐驻守在陕西和山西之间的交通要道上,防止日本人的进一步入侵。 但哪怕如此,陕西也多次陷入危险之中,只能靠着上下齐心协力才渡过了难关。 所以说,当时日本人没能攻占陕西,和誓死抵抗有着很大的关系。 当时的延安甚至隐隐和斯大林格勒战役有几分的相似。 老百姓帮助巴陆军组建防御阵地,巴陆军依托于防御阵地勇敢地与敌人作战,最终牵制住了这些妄图侵占陕西的日寇。 除去巴陆军之外,国军在防卫陕西省上做出了更大的贡献。 蒋介石明白,日本人之所以会如此疯狂地进攻西安,主要的目的并不是延安,而是西安。 对于当时的日本人来说,西安是他们攻打重庆的必经之路,而重庆作为国民党的根据地, 对日本人来说重要性非比寻常。 相比之下,当时的延安地处黄土高坡,不仅人烟稀少,而且还地势复杂。 日本人来到这里别说是进攻延安,就算是开着飞机轰炸延安,都不一定能看到多少人。 自然而然的,哪怕延安是共产党根据地,日本人也依旧没有太大想法,顶多是攻打西安的时候顺便攻打延安。 所以日本人轰炸延安的次数也只有十几次,造成的伤亡并不多。 不过当年被炸掉一半的旧城墙时隔多年,仍然能够看出来痕迹。 面对日本人这样的进攻,蒋介石其实并不担心,无论日本人轰炸多少次,蒋介石的主力也没有受到影响,只要日本人不通过山西打通西安,那蒋介石几乎就不会有任何损失。 为此,蒋介石在定告延西山坚守山西之外,还派遣胡宗南驻守在山西和陕西之间的交通要道,借此来确保西安的万无一失。 只不过遗憾的是,因为准备不足,在日寇的进攻下,哪怕是国共共同营敌,也依然因为准备不充分和战斗力差距的问题,最终导致了山西省的沦陷。 紧接着日本人便开始进一步进军陕西,但最终被国共两党的军队挡在了黄河天线之处,让他们只能远远地眺望陕西。 可是当时间来到1941年,中条山会战失利,陕西再一次暴露在危险之中。 不过,正在日军准备大举进攻陕西的时候,又被后方的游击战术让他们后方连连失火,好几次进攻都没能形成规模。 在接下来的几年,日本急于扩大战场先后将英国和美国拉下水,同时还望土攻占陕西和重庆,甚至设计了一个五号计划,准备将清华日军大半的军力都投入五号计划当中。 1942年8月,日军参与到瓜岛战役之中,前线的连龄势力让他们不得不取消五号计划,将很多兵力转移去太平洋之上。 但哪怕如此,面对美军的强大攻势,日军的精英战力几乎都损失在了这个小小的岛屿之上。 到了这个时候,日军再也没有充足的力量进攻陕西,甚至连清华战争他们都几乎无法继续下去,而陕西也自始至终都没有被日本人侵占。 没能侵占不意味着日本人没有攻打陕西和福建,也不代表这两地伤亡小。 以陕西为例,在日本人的强势进攻之下,每天死伤不计其数,为了避免传染病的出现,当时的国军几乎每天都要让士兵和老百姓一起,处理因为轰炸而失去生命的军人和老百姓的遗体。 一直到多年后,我们仍然能在西安的一些留存下来的遗迹之中,看到昔日战争的惨烈,所以并不是福建和陕西没有遭到敌人的攻击,因为这两个城市和南京、武汉一样都是英雄的城市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